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们在教会赞赏提到正统或者传统 有一个神圣的传统 从使徒所传下来的教会 所以赞赏也提到保守 不要自由派,不要大公主义 但是这个传统不是那么好懂 因此有非常多的误解 这些误解导致别人看到我们掌握某些传统 他会觉得很怪很难看 所以他就选择自由派 或者是他选择根本不要信 满满,要那种无神主义那种生活 或者是信心宗教,或是一些异端等等 所以我们真的如果要忠于基督 我们要很明确了解 我们到底保守在哪里 我们正统跟传统是什么 神圣的,特别是神圣的传统 又是什么 今天其实我不是重点 不是要讲神圣传统它是什么 今天我要讲错误的,假的,那种传统主义 或者是自由派 或者是保守,保守派 假的 其实有很多假的 首先跟各位讲 教父在苦修 他们提醒我们 撒但他诱惑人,诱惑修行者 他会从两侧去诱惑他 他会从左去诱惑他 从左诱惑意思是 他会叫你做坏事,放弃 不要那么辛苦 或者是一些恶的意念 你会把这个赶走 你不要这些 之后他看到他不成功 他就会从右开始诱惑你 这种从右的诱惑 它是比较是正当的一些意念 比如说 你用耶稣导文一百次 他会说 不是的,你要一千次才行 一千次很好,非常好 你就会,哦,是的,我要一千次 你做一千次你疯掉了 或是变成骄傲 或是其他的疑惑 例子很多 我现在讲的也其实不是这个 我今天要讲 这些假的保守 他比较像这种从右来的诱惑 很常见的 我今天会讲七种不同的保守 其都是假的 所以请各位留意一下 因为我们的政教部 常常会陷入这个七个 更多个,会有更多个 我今天讲七个 首先是一个政治跟政府跟民族的一种保守主义 什么意思?也就是教会要跟国家在一起 我们要强国,我们要怎样怎样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正统的信仰等等 这个现在导致非常残忍的后果 你们都知道 所以这个我不要多讲 有一些甚至有时候有圣像 他有圣人拿着那种箭 把箭去赶那些敌人 那这个根本不符合福音书 那些当然圣像都是非正统的 但是有的人有的疯狂分子也会画那种圣像 他不能说是圣像 他是一个图画而已 所以这个是完全的把福音内容 福音的意涵 扭曲掉 导致类似法西斯主义 或者是崇拜凯撒主义的那种形象 很可悲 对 这个我之前也讲过 这个如果教会很大 就是全国几乎全部都是信仆 很难避免 不是不能避免 但是很难 所以 那我们现在也没有那种国家 全部都是信仆 但是还有 从古代还拉着这种错误的观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毛病 另外一个讲 所以他们会说 你不支持这个 你是不正统 你是不保守 你是自由派 你是什么 无政府主义什么的 所以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种 第二种 比较是属于 可以叫 旧礼派 我们知道在俄罗斯 还有在希腊 在不同 不少地方 有一种旧礼派 什么是旧礼派 正教的旧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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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非常重视 文字 祷告的文字 然后 整个的行动 他们很外在 就是他们为了这些文字 可以杀你 对 不准你改 你说错误文字 整个的无效 整个的 这个是邪教 你变邪教 所以 这种 崇拜 一种 仪式 仪式主义 那有很多的恐惧 旧礼派 旧礼派 也到处看到魔鬼 到处看到反基督 所以对他们来讲 正统的教会是反基督的教会 政府都是反基督 任何他们 我们那个教一外的全部都是下基督等等等等 所以非常多的恐惧 仇恨 所以那个精神根本没有什么福音的爱 所以 这种比较像什么 要像发力赛主义 这种保守 我们也不是没有 不是旧礼派 我现在讲正统的教会的人 不是没有 有的人也会有这个 所以这个我们要避免这个错 第三种错 如果有的传教士 会犯 就是 比较积极去传福音的信徒 或者是神父 有时候会陷入一个 这个可以叫法律主义 法律主义 所以他会 对文字 他比较像新教的纪要派 他说不符合这个文字 你会下地狱 你不符合这个 你会下地狱 所以他们 也是用恐惧 也是用 一种非常形式主义 但是他们的形式主义 已经不一样了 对 对他来讲 重点不是在意识 重点是 就是你 到底符不符合 圣规 好 正教的人 可能会更懂这个 对 关于正规 对 就是 你不准 比如说 跟犹太人一起洗澡 你如果突然间发现 你去 那个健身房 那边有犹太人 你已经先要下地狱了 你跟他去同样的健身房 你要下地狱了 诸如此类的 所以这种所谓的保守主义 也是错的 是根本是错的 好 没有爱 我最后 我现在讲这个七个 之后我会讲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主要原因 人家会陷入这些假的保守主义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好 第四种 第四种 它是 它是 那种 很讨厌同性恋 我先简单一点 就是讨厌同性恋 跟各种自由派的 那种 后现代的 那种价值观 我们当然否定这些价值观 但是他们便是很讨厌 他们的重点 就是在否定 反对 那些东西 对他们来讲 这个便是 一个 他们真的 从早到晚 都会讲这方面的 所以 这个是一种 在俄罗斯之前 有一个概念叫 黑色白人 就是一白的白 所以 意思说 是比较低层的 低阶级的一些人 是非常 既要 有保守真理 甚至可以 去迫害别人 他们以前 在一百多年前 没有现在这么夸张 一百多年前的这个黑白 他们是还好 那时候 连圣人有祝福他们 但是现在的 也是叫自己 叫做 黑 黑色白 白味 呃 或是白人 呃 他们都非常 既要派 有很多的仇恨 很多的 不健康的 呃 还有一个运动 叫做 呃 或正教 或死亡 所以意思说 为正教 准备死亡 但是他们不是要殉道 他们是要 呃 去害 甚至 杀害 呃 任何跟正教 呃 有冲突的人 所以这个也是 非常不健康的 一个现象 我们看到那种 当然 人家会被吓到 不 不想要成为正教毒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不是正教 这个是疾病 好 呃 然后 第五种 呃 第五种 它是比较像 那种 可爱 呃 的那种 像 紀念品 那种 民间 呃 那种 呃 呃 好可爱 俄罗斯的那种 风格 呃 教堂 有 有这些穹顶 哦 好可爱 好可爱 就是停留在这个表面 所以 呃 呃 呃 表演 这个也不是真正的 呃 所以有的人会认为 哦 这个就是传统 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这个是开玩笑 这个不是传统 呃 所以它是比较一种美感 或是那种艺术感 比较强 呃 第六 第六种 它是特别 爱各种奇迹 或者是一种 呃 呃 呃 类似魔术 呃 比如说 你有什么东西 你 呃 在什么 呃 去朝上在圣地 拿到了一块 呃 木头 哦 那个是神圣的木头 就是这个木头要放在那里 要要粘在你身上 要 反正就是特别 特别重视 哦 不是说这个都 呃 都是假的 对不是 但是有的人过度 过度 他的信仰停留在这一层 这个不是 呃 传统 这个是你信 好不好 这个是民间信仰 这个不是传统信仰 呃 呃 这种人也特别喜欢去找什么长老 他长老他可能从神之间得到的一些讯息 也很神奇很很特别等等 呃 所以他搞错了整个的信仰 基督信仰是什么意思 然后最后 呃 我今天要讲的是一种 它是 呃 纯粹是教义 停留在 呃 神学教义上 认为那些教义要准确 我就是正教的 我就是正统的 然后跟这个有输入不一样 都是一端都是假的 所以我只要掌握这个 我要懂这个 我就是属于这个教会 我就是呃 可以得救 我有一种 呃 有悦感 呃 整个的 呃 福音经上 跟呃 呃 基督徒的 呃 使命 所以 我以上所说的七 七种 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一点 呃 呃 人 不懂什么叫背起十字架 跟随基督 他就会陷入 比较容易陷入 所以 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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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保守派 保守派 呃 会缺乏爱 会 缺乏属灵生活 可能他 呃 指导 或是介绍信仰 给他介绍信仰的人 可能是自己搞不懂 信仰 所以 我们就是要非常小心 就是我们要走 呃 终于基督的这条道路 我们 真的 会 在路上碰到各种各种危险 会有各种各样的人 我们 自己 自己 自己称呼是 正教信仰 或者牧者 但是实际上 是盲目的 会导致一个圣坑 所以今天 呃 先跟各位 呃 讲到这边 呃 愿主 保护我们 给我们 呃 呃 给我们智慧 指导 指导我们 给我们 圣灵的 呃 圣灵的 呃 一种 清醒 我们 要 明确看到 那些陷阱 在哪里 我们 呃 要学习 服侍神 为基督做一种 有效的竞争 爱你 祝福 各位